县长许淑华前往仁爱乡会堪改善工程 包括议员林廷利、林芳瑜、仁爱乡长将子信 以及多位代表、村长都到场关心 许县长并与代表以及村长座谈 了解各村基础建设需求 在之前的卡努封灾之后 地方上所需要建设的部分很多 一些灾修工程陆陆续续在进行当中 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民众沉寝的这一个部分 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是需要我们县长 还有我们团队 还有地方上的沟通继续在努力 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一起团结 那我们想仁爱乡的那个附近的脚步 也可以慢慢更稳健的往前走 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村长 还有代表们 大家大概也开了这个一个小时的会议 那大家把各自部落的需求 还有整体的公共建设 观光应该要如何来提升 那大家也做出非常充分的建议 许县长说 座堂会中有很多的乡亲提出急需改善的建言 包含了卡努台风灾后 无法获得中央核定经费案 以及振兴观光建议等等 县府后续会整体评估 只要县政府经费能够支应的都会全力支持 我们县政府这边的经费能够支援的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希望快速的在我们的灾后之后 重建地方的生机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还有我们的农民朋友出入更加的安全 那我们的观光也能够重新的带动更多的观光客进来 许县长表示 包括卡努台风后以及观光发展等等 如需要中央经费补助改善的 会请县级立委协助争取 而各村也有许多的巷道路面排水沟等等的建言 会请公所协助办理初刊 会整之后报请县政府研议 记者曾光佑 仁岸湘采访报道 那我们再来谈论 看你们在怎么样 见识